啊 这个别要求大阪人文静 嗨 嗨 我是Marco 大家 我发现呢 真的很多人跟我说 你一点都不像日本人 日本人没有刘海 不像是日本人 一点都不温柔 好吧 什么样的人是典型的日本人呢 有刘海 可爱 温柔 听话 我告诉你哦 在国外生活很长时间的日本人 应该一般都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了 你以为典型的日本人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啊 在国外生活10年以下没受到任何国外的影响 那才怪呢 是不是 是不是老周 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北极熊啊 我没有你们那么复杂 有中国人 日本人 我们没有的 我们都是北极熊 北极熊就是北极熊啊 听到没 他是北极熊 OK 但日本人大部分人确实有日本人的特征 因为日本这个名字是比较重视 修团意习记 修团意习记中文的话是团体意识吗 修团意习记就是我属于这个名字 我属于这个公司 我属于这个学校 大家来日本可能会发现很多日本人穿着制服 上班族的话很多人穿着西装 其实以前是更严重 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日本人有1亿人以上吧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 这样才让日本让世界更有趣 是不是 我这个人呢 说实话 我从小不太重视日本的这个修团意习记 什么典礼啊 比如说毕业典礼 我是第一个回家的 日本的成人士 我也没有参加 我当时在中国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很多人在一起的环境 我小时候我爸爸经常跟我说 就是你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别人不做的事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因为被需要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简单来说 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是个奇葩 恭喜你 你可能也是个人才 幸亏我爸爸有这种想法的人 允许我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 当时我是高中生 在日本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有点奇怪 我有点不一样 但我没有在意 因为我个人相信 人要跟别人一样 人要很典型 这个才是有点危险的想法 我没有说典型的日本人不行哦 我只是说人有个性才有意思 当然我也还是有很多典型日本人的一面 我们一起看看我到底有多典型 有可能你们当中有人比我更有日本人的特征 给大家介绍一下18个外国人认为的日本人的特征 大家跟我一起算一下你们自己有多少分 首先是正面哦 1 有礼貌 我觉得我也有礼貌 加1 2 勤劳 认真 我比较懒 我喜欢睡觉 但我不是不认真 我有时候很认真的 所以加0吧 3 3 遵守规则 我没有做过违法事情 加1 4 遵守时间 我非常准时的 我这个方面 我妈妈非常严 所以加1 OK 第五 脾气好 我脾气好吗 起码我不会乱发脾气吧 加1 OK 第六 穿得很干净 正式一点 我比较随意 其实我比较随意 其实 但是要看情况吧 我该正式的时候 我就穿正式一点 但我平时确实很随意 你们知道我在家里穿什么吗 我穿这个 我在家里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加0吧 那么第七 脾气 瘦 我50公斤 我不瘦 但也不胖吧 还行吧 加0 那么第八 文静 高雅 这个别要求大半人文静 但这个也要看情况吧 正式点的情况下 我也会高雅 但平时确实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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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吧 给你负一好了 OK 那么下一个 负面 1 内向 对 我非常内向 加1 但我想看一遍 内向不是坏事啊 内向挺好的 内向其实根本不是负面 下一个吧 安静 不主张 我应该算是安静的 但我也很会主张 所以加0吧 第三 不说出真心话 我全都说出来 OK 负一 负一 OK 那么下一个 4 不外入感情 我一般就是 我不会很激动 就是要看情况吧 但是 加1吧 那么第五 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以前也是 以前有一点点 但现在不会 负一 那么第六 声音小 我平时确实 声音比较小 加1 那么第七 不会讲英文 我会 负一 OK 那么第八 最后一个 太矮 太瘦 这个什么呀 我1米6不到 我应该是1米5859左右 50公斤 这个不算是矮吧 矮吗 不是太矮吧 加0吧 加0 这个我觉得不是太矮哦 OK 那么总计是 我是算一下啊 加3 我是加3 我的日本点心率是加3 你们是怎么样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哦 然后Rose 你是怎么样啊 我声音超大 我天天被外婆骂嘛 我声音大 对 然后Rose确实有点吵 OK 那么下次见哦 拜拜 再见 再见